你没事吧 主席 伤口已经包扎完了 活动活动试试 主席 伤口已经包扎完了 站住 把头低下来 伤口疼吗 没什么事了 你呢 刀剑都被你挡了 不碍事 刚才我也包扎好了 阿丽 你不必事事逞强 我的命是你的了 我刚才跟你说话 你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但是没什么意思了 你的大事未完 我现在处置了你的性命 你会答应吗 那你处置我之前 我尽量不作死 没关系 你的话 鬼都不行 肃国公 我这颗人命棋 你大胆地吓 江黎这个人 你随意使唤 什么意思啊 这个帕子破了 所以 薄薄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愿为肃国公效劳 主君 战场打扫完了 去县衙 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们去抓人 你去不大合适吧 我只在一旁 不会添乱 薛县令可能还在冯玉堂的手上 我 我不信你们敢让我死 小贱人 我知道是你 等明天你爹薛花园死了 我第一个送你下去陪他 三舅 我 你的刀 来啊 这一刀 是薛县令和薛昭的 你赢不了我的 你等着看你爹忍头落地吧 这刀是压迫的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啊 这刀 是你迫害的所有官材的 我 疯子 这刀 是怀向所有百姓的 我 饶命 大娘子饶命啊 你去死吧 大娘子饶命啊 大娘子饶命啊 这刀 是穷之刀 二 这 他 给他值钱 留活口 别追了 追不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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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舅 你不要太过分了 陛下明治我西月江二娘子 这是事往于何地 朕确定收回你的心 请告退 沈玉蓉请求私婚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我会去面前圣上 说我们两家有指负为婚的婚约 我不想连累你 说我说我是心甘情愿被你连累呢 我这个人向来小气 看中的人 也自然不肯拱手相让 肃国公可真是痴情啊 只是我为江梨 舍了不少东西 你要怎么赔 这个足够吗 我很好奇 圣上如果知道肖红为了一个女人 交出龙武军 那她是会被抄家 还是朱九祖 不得不发 此时传出她怀孕一诗 我就有机会脱身 你是怎么给掌公主下毒的 你不想娶我对我 这是你沈玉蓉的孩子 他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承认关系 我告诉你 就算你网头打进去 我都要保住她 神域啊 不会让她这么做 那就由不得她 醒醒来 要我这边怎么做 帮他们烧一把火 婉宁嫁到李锦家了 放肆 九月是我的妹妹 我想要她好好的 陛下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能来大昭当驸马 陈王事成之日 便是你我定情之时 表面上风平浪静 其实内力 风起平有 我向您搬个时辰 把人给我交出来 私自抓人囚禁又行 命你在家禁闭两天 这种关头我怎么能休息 这种时候 你就应该回去休息 你动情了 如果为了完成我们的宏图大业 我必须要牺牲她呢 我从殿下的琴声里听到霸道 我是不是应该顺手杀你 你觉得宛宁 会救沈玉蓉 我要用沈玉蓉这颗棋 宛宁长公主 一定会入这个局 我身上已经有你一条命了 你动不过宛宁的 我不像你 胆小懦弱 阿丽蓉你听我说 你放开 沈玉蓉 救手 你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沈玉蓉 换虚招 审问的时候翻供 我就放了他 少科说 姜二娘子从长公主府出来 就神色恍惚 想必是长公主同他谈了什么 人证物证皆已点齐 只要 再确认一次 江二娘子的证词 沈玉蓉便可落罪 刚刚江元柏 带江二娘子去了大理寺 不知为何 这江二娘子突然就翻了供了 人被就地关押了 什么